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这些产见的芽菜外 春天还有不少芽菜值得我们吃 第一个芽菜 温中暖胃 花椒芽 中医认为 花椒性温 胃腥 有健胃除丝 温中散寒 止痛 沙虫等作用 花椒芽是花椒树的嫩芽 既兼顾了花椒的功效 又有作为芽菜的生发阳气的作用 花椒芽闻着有股独特的麻香味道 正是因为里面富含挥发油 麻味素 以及多酚 黄酮类物质 这类物质对增强血管弹性 帮助身体解毒很有帮助 春天到春寒的现象时常出现 花椒芽温香心善 吃了可驱寒暖胃 对脾胃虚寒的中老年人特别好 李医师推荐吃法花椒芽煎蛋 清香味十足 首先我们加入清水适量的盐 浸泡10分钟左右倒掉水 再加入几个鸡蛋和少量的面粉 接着加盐 白糖 胡椒粉 黑芝麻等调味 最后再加一点清水搅拌均匀 接着另起锅 热油倒入花椒芽鸡蛋液 中大火煎制成形后就可以翻面了 等两面煎制焦黄后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花椒芽独特的麻香味让人回味无穷 感受满满的春天味道 第二个芽菜 知音补须 帝皇秒 帝皇在药膳中常见 生帝皇清热凉雪 熟帝皇养雪甜筋 经典的补圣房六味帝皇碗 左龟碗 金馈圣气碗 右龟碗等方中 都用到了熟帝皇 帝皇苗是帝皇春天时常出的嫩叶 而且只有早春时节才有 春天正适合食用 古籍记载 帝皇苗和肉油脂搭配 补须效果更好 尤其适合阴虚内热的人 那么今天李医师推荐大家做一款春日牛角包 我们准备食材 面粉 地皇苗 青菜汁 铁棍山药 肉馅 酵母粉 做法 首先在面粉里加入绿色蔬菜汁 酵母粉和陈发面面团 再擀成圆片备用 接着 圆形面皮用切蛋糕的方式 等分为8-12片 围部擀薄 放入馅料 从边缘卷起 肩部抹水粘紧 两端向中间卷一下成牛角状 最后蒸锅上气 上锅蒸至15分钟即可 三药之因补须 地皇苗搭配肉馅 油脂养因易血 甜筋补须 补须效果更好 第三个芽菜 助通血管 花生芽 花生芽是花生泡发后出的嫩芽 被誉为长寿芽 有健脾 养胃 润肺 止咳化痰等功效 不仅脂肪含量比花生少28%左右 营养更是比长寿果花生更加丰富 因为花生发芽后成为了蔬菜 膳食纤维和维生素C含量都会大量增加 甚至可能超过绿豆芽 黄豆芽 而且花生芽中的白泥芽醇含量 会增加到花生的30倍 白泥芽醇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肌 有助于保持血管的通畅 延缓身体衰老速度 那花生芽的做法 李医师三月份的时候也介绍过 想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在李医师的频道首页 观看三月三日的视频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看完 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关注健康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